到最後一集了 今集帶大家來吃日本國民美食咖喱飯 這個咖喱是非一般的咖喱 就是我超級掛念的北海道湯咖喱 Supu Kare 在60年代,咖喱開始在日本普及 可以在餐廳吃到之餘 連超市都有咖喱專賣 而湯咖喱就在2000年北海道雜訪 一間咖喱餐廳獨創出來 現在已經成為北海道的名物了 你好 你好 這位就是超級喜歡北海道的嘉騰先生 他用了五年時間去研究他理想中的湯咖喱 很餓 我喜歡北海道的事 因為我喜歡北海道的游客 但我喜歡北海道的游客 今我喜歡北海道的游客 這位是很像的 我沒有喜歡北海道的游客 我喜歡北海道的游客 我喜歡北海道的游客 所以,大家知道北海道的事嗎? 大家都說了 所以,北海道的事をたくさん知るために勉強して 北海道フードマスター、マイスターという資格 北海道観光マスターという資格 を両方持っています 北海道は179市町村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の北海道179市町村を 4ヶ月かけて車で全部回りました 加藤先生對於整駕 是非常之有要求的 他每2日就會煮一次咖喱膽 每次都要3人一起用4個小時煮 你看看,這裡有多少洋蔥 要將10公斤洋蔥煮得又熟又貼 非常花功夫 私たちのスープカレーは 玉ねぎとトマト それから生姜、にんにく、バジル とスパイスを使って炒めたものを ベースに作っています 一杯のスープカレーで200グラムの玉ねぎと150グラムのトマトを使っています 湯咖喱と一般的日式咖喱最大分別 就在於它們的香料了 在雜房每一間湯咖喱店都會加大量的香料 吃完又旺又暖 簡直是北海道的冬天陰蜜 先ほど見到的スパイスを主に使っていて クミン、タルダモン、コリアンダー、シナモン、ターメリックを使っています 來到這裡一定要點這個蝦咖喱 還要加這個芝士トッピング 記得一定要點這個多多飯 因為它們是用北海道米 非常香非常軟 那為何你今次沒有加ディスピバ 那個不行 我加了Habonara的辣椒 我不行 試試這個 嗯 這個是アシリマサラ 基本上我們的通咖喱沒有辣飯 但是加辣香料的話 我們的通咖喱會更美味 這個アシリマサラ 一份是我們的通咖喱的香料 一份是辣香料 加這個之後 我們的通咖喱是完美的 嗯 那要試一下 試一下 好 ここでスープカレーの美味しい食べ方を説明します 好きに食べて 好きな食べ方で食べていただいて かまわないんですけど 一番おすすめな食べ方は ご飯をすくって スープにしたして食べる これが一番おすすめな食べ方です 完成 如果怕香料味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它們這個 傳統日式咖喱 這樣的話 就一定要點它們的 吉列豬扒 因為它們的吉列豬扒 是它們自己製作的 不可以錯過 湯咖喱注重的是香料味 而食材方面 是沒有限制的 在雜訪的湯咖喱專門店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題目 有牛油果、梅干、珊瑚 連臘豆都有 非常自由